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87集 居然是一种战阵 清晨皱眉 战阵是一种能将多名武者真气联合起来的战斗阵法 往往能爆发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几名鬼仙派弟子修为呢 原本都在地级后期巅峰 但在战争加持之下 几人联手竟然释放出堪比天机强者的威压 小子 能死在我们战阵之下 那是你的荣秀 一名鬼仙派武者冷笑道 对付区区一个秦臣 少宗主居然让他们施展战阵 这未免有点大才巧用了吧 死 一声低喝 几人联手 一股浩荡真气 瞬时间朝着秦臣倾泻而来 秦臣轻轻一闪 轰隆一声 原本脚下地面四分五裂 出现了一个大坑 眼尘弥散 嗯 躲过了 几人哑然 而后再度出手 只见流光四溢 秦臣顺时间被笼罩其中 在这战争加持之下 几人出手如出一辙 俨然成了一个整体 每一次攻击之下 都是集中全部之力 而每次防御 也都会被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 可以说呀 除非是绝对优势 一般人根本无法破开这样的战阵 而在秦臣几人抵挡的同时 剩下几名弟子 则开始了对白净几人 发动猛烈进攻 此时 一口鲜血喷出 白净几人修为本来不高 之前耗费了不少真力 几个眨眼功夫 再度受伤了 特别是吕丰 身上再度添了几条伤口 半条命已经没了 可恶啊 吕丰心里无语呀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呢 不由得恨恨地看了眼秦臣 如果不是秦臣 之前对付铁背鸣狼的时候 坑了他了 他也不会身受重伤 到现在也没恢复 更不可能这么快坚持不住啊 此时此刻 吕丰把自己受伤的所有原因 全部归集到秦臣身上 恨不得他马上去死 再这么下去 我必死无疑 必须得逃啊 拧头闪过 吕丰身上陡然浮现出两道光芒 二品血脉之力爆发到极致 身形一晃 冲出了战场 头也不回 向外掠去 传送一排失去效果了 但至少还能逃不是吗 这一刹那 他速度爆发到极致 让白净等人大吃一惊 都没想到 吕丰竟然还能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力量 至于原本围攻他们的弟子呢 此时也吃了一惊 等反应过来 吕丰已经快冲出这片山林了 成功了 身形没入丛林 吕丰心中狂喜 事实上呢 从战斗的开始 他已经做好逃跑准备了 因此 在战斗之中 他是且战且退 利用紫薰公主和秦晨战斗 吸引对方注意力时 已经退到战场最边缘了 所以 他才能第一时间脱离战场 想跑 念无极一直关注整个战局 见到吕丰想逃 嘴角勾勒冷笑 同时 手中瞬间出现一柄黑似飞刀 手指一抖 刷的一声 飞刀应声而出 瞬间来到吕丰后背 什么 吕丰大师一惊 转身显挥剑抵挡 但那飞刀速度太快了 不吃一声 直接穿透吕丰头颅 留下了一个血洞 那飞刀击杀吕丰之后 竟然在空中盘旋一圈 又回到念无极的手里 吕丰 黄斩等人发出惊呼 眼中露出了绝望 先前 在铁背鸣狼群攻击之下 都没死人的小队 如今 真的开始死人了 一时之间 几人心中不由地充满了绝望 这一刻 所有人都转过头 纷纷看向了秦晨 之前在危难里 是秦晨出手挽救了大家 如今 秦晨还能继续大发神威吗 战争之中 只见秦晨在几名鬼仙派弟子攻击之下 不断穿梭着 但似乎也冲不破战争所在 一声叹息 众人各个放弃了幻想 看来是自己想太多了 秦晨就算再强 又怎么会是 鬼仙派 大卫国那么多强者的对手呢 铁背鸣狼虽然强 但毕竟只是畜生 可念乌吉他们 个个都是心狠手辣之辈 之前陈少能创造奇迹 不代表现在也能啊 突然 一到闷横船来 不远处 紫薰公主再度被曹衡击中 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 嘿嘿 紫薰公主 你就别反抗了 不管怎么反抗 你都会死在这儿 哎 不如好好陪陪我们 到时候 我们几个保证让你遇先遇死 宛乱神仙 何乐而不为呢 哈哈 曹衡一脸的银剑 鸣笑起来 畜生 紫薰公主翘脸冰冷 气得发抖 我们跟你们拼了 白镜和黄宅一时怒吼一声 各自施斩血脉 与剩余的大卫国武者 搏命厮杀 反正传送羽牌已经失效了 打 打不过 既然已经是必死无疑 那不如是拼死搏杀 能杀一个赚一个 就你们几个也想拼命啊 大卫国几个舞者哈哈大笑 白镜和黄斩 修为太低了 就算薄命 也只能被他们压着打 这吕峰也太着急了 这么下去 紫薰公主他们都有危险 罢了 就算暴露一点也是没办法了 看到现在的场面 秦辰摇了摇头 他再不出手 紫薰公主他们危险了 小子 跟我们动手你还敢猜献 围住秦辰的鬼仙派舞者 本来在联手之下半天没搞定秦辰 心中已经十分烦躁了 现在看见秦辰又是叹气 又是摇头 好像根本没把自己处境放在身上了 顿时气得跳脚了 怒吼一声 领头之人手上战刀威力更甚 笼罩秦辰 这种破烂战阵也拿出来丢人现眼 秦辰叱笑一声 他不闪不闭 反而一脚向着左侧轻轻一跨 这一跨本来没什么 但是鬼仙派几名舞者组成战阵 一直在不停转动之中 这一跨之下 秦辰突然卡在他们几人中间 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立刻中断几人真气的联系 只听扑的一声 好像泄了气的皮球 那领头之人出招威力大剑 刷 静光一闪 那人驳梗处一下出现了一道血丝 眼珠子瞪得滚圆 一颗脑袋冲天而起 是就 几名剩下的鬼仙派舞者 顿时面露惊恐 怒吼出声 不要急 轮到你们了 秦辰轻笑 身形几个闪烁 每一步踏出 落脚都十分奇特 分割几人的联系 而后 剑光闪动 几人喉间同时喷出鲜血 一脸惊恐地倒下了 刹那功夫 几名围着秦辰的鬼仙派舞者 紧接毙命了 无一幸存 这骇然的一幕瞬间惊呆了所有人 什么 聂无极本来嘴角含笑 看着曹衡和子萱公主之间的厮杀 此时他一脸惊怒 怎么会这样 刚刚明明自己几名徽甲 还把秦辰压制得动腾不得 怎么片刻功夫 都死在他手上了 甚至快到自己都没来得及反应 这几名舞者呢 虽然都只是第七后期巅峰的舞者 但能被派来参加五国大比 各个都是鬼仙派精英人物啊 如今 全部陨落 一个不剩了 对鬼仙派实力是一场巨大的损失 瞎子 找死 聂无极手中瞬间出现三柄飞刀 眼中含义仿佛能冻结天地 右手一抖 三道黑色流光仿佛流星一般 直奔秦辰面门而去 他心中恨呢 如果自己早点出手 说不定宗门的弟子就不用死了 那三柄飞刀速度极快 以三个极为刁钻的角度射向秦辰的面门 这显然是想将他一击而杀呀 根本不给他反抗的机会 秦辰小心 远处 子萱公主等人不由地发出了惊呼 他们刚才亲眼看见 吕峰就是在这飞刀之下被瞬间击杀的 却见秦辰轻笑一声 长戒挥动 只见空中出现三道剑影 三柄飞刀全部被挑飞了 怎么可能 聂无极对于自己飞刀十分的自信 他这飞刀乃是某种密法控制 十多米距离之下速度十分惊人 三柄飞刀同时出手 就算天极后期舞者也不可能全部挡开 但是呢 秦辰随手三剑把他们飞刀通通挑飞了 这完全超出他的想象了 一旁的曹衡 子萱公主也都被这一幕惊住了 眼神凝重 换做他们 刚才那种情况之下 他们根本无法挡开如此快速的三柄飞刀 目光已明 一股无形力量笼罩于黑色飞刀之上 那飞刀一击不中 竟然瞬间回头再度击射向秦辰 秦辰武动秀进 三柄飞刀不断被挑飞了 却又是不断地进攻 仿佛被无形的线牵引 白净几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到底怎么回事 念无极远远地能遥控着三柄飞刀 如此下来 岂不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一直战斗下去 万一一个不小心 陈少必定会败落呀 甚至死亡 哦 没想到啊 你竟然还是一名血脉师 秦辰看着念无极 轻轻笑道 这飞刀上 除了真气 精神力之外 还有血脉师特有的血脉之力 明显是一种珍宝 所谓珍宝呢 就是血脉师利用独特密法 所能控制的宝物 这种宝物啊 跟宝兵不同 可以由血脉师精神力控制 即行隔空杀人 而这飞刀 分明就是一种珍宝 在天武大陆 珍宝十分稀少 在价值上嘛 要比宝兵强得多了 同阶等阶的珍宝和宝兵 价格上可能相差数倍 甚至十倍 你知道就好 小子 你杀我鬼仙派弟子 急着休想活命 念无极面目猙獰 一股股无形的精神力弥散 伴随一种神秘的血脉之力异散 黑色飞刀上 阴晕红色霞光 威力欲发惊人了 这就想杀我 太天真了 在下一次三柄飞刀袭来的瞬间 他砰砰砰 把三柄飞刀全部挑飞了 其中两柄飞刀被远远地挑飞 剩下一柄 用一股巧劲轻轻挑向了一侧 而后 他左手探出 如闪电般向着飞刀抓去 瞬间把飞刀抓在了手里 这小子 竟然敢伸手抓我飞刀 他以为抓住就能控制了吗 太天真了 见到这一幕 念无极心中飞弹不惊 反而露出了惊喜 他那飞刀材料特殊 十分的锋利 并且通过精神力控制 秦晨抓在手里 他只需精神力轻轻一动 飞刀甚至能爆发出恐怖的威力 将秦晨左手搅碎 甚至 洞穿他的心脏 可以说呀 秦晨现在的举动 根本就是在找死 心神一动 念无极立刻催动 秦晨手中的飞刀 只是他这一催动 心里顿时一沉 以为他骇人发现 自己和秦晨手中飞刀 竟然失去了联系 你对我飞刀做了什么 念无极心下大惊 精神力不断弥散 试图联系秦晨手中的飞刀 可任凭他如何联系 始终无法感应到半分 就好像时辰大海一般 没了半点的声息 竟然是黑鸣玄铁 握着飞刀 秦晨脸上露出了哑人 同时带着惊喜 难怪这飞刀威力如此惊人呢 竟然是黑鸣玄铁所住 黑鸣玄铁乃是一种十分珍稀的材料 它不但极其锋利 而且韧性强度极高 并且对于真气破坏的作用 也远超一般材料 能够轻易动穿强者的真气 这等宝物 在现阶段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眼睛冒出亮光 秦晨盯着剩下两柄翻飞的飞刀 仿佛恶狼一般扑了上去 不好 第一柄飞刀失去联系 念无极怎么会让秦晨得逞呢 急忙想要操纵飞刀回来 然而 他刚催动飞刀 只见秦晨目光一闪 一股神秘精神力波动 从他双眸射出 让那两柄飞刀轻轻一颤 竟然顿了一顿 就是这么个停顿的瞬间 秦晨已经把另外两柄黑色飞刀 敛入手中了 念无极惊恐地发现 自己跟另外两柄飞刀之间的联系 瞬间也被切断了 再无一丝地刮狗 你也是血脉师 刚才那股精神力啊 分明只有血脉师才能施展 念无极惊怒万分 差点气出血来 这三柄飞刀 是他父亲给他辛辛苦苦找来的珍宝 没想到啊 眨眼之间让秦晨夺去了 秦晨夺到三柄飞刀 没有半点停留 瞬间冲向了念无极 刹那之间 秦晨已经冲到念无极面前 手歪一抖 一箭刺出 强大的剑意爆发出来 秦晨简直像是剑神附体 破烂袖剑上激起了进杖高的剑盲 小子 你是血脉师又如何 敢夺我的珍宝 我要你死 双手出现两个漆黑拳套 念无极天极中期的修为全面爆发 朝着行程一拳轰来 要知道 念无极可是天极中期的舞者呀 就算失去了飞刀 他怎么会惧怕一个 地极后期巅峰的舞者呢 只听砰的一声 拳道和剑光碰到一块 两人同时后退 怎么会呀 敢说这略显麻木的右手 念无极一脸震惊 你的真气怎么会这么强 他可是天极中期的强者 而秦晨呢 他才是地极后期巅峰啊 按照道理 秦晨的真气质量和强度 应该只有他的真气强度的几分之一 可先前 秦晨真气强度竟然比他丝毫不弱 这让他大为震惊 换作普通的天极中期舞者 估计已经被秦晨一箭重伤了 鬼仙派的天惨 不过如此吗 秦晨笑道 聂无极面色争灵 不过挡住了本少一拳 就在那得意洋洋 刚才只不过我大意了 战斗 才刚刚开始 开始两次刚刚落下 聂无极突然身形一惑 滤向了黄斩 砰的一声 只见他一脚踢在一块半人高的岩石上 整块岩石飞出 犹如出塘的炮弹 黄斩原本就被大卫国强者围攻 此时顿时大惊失色 危机关头 他急忙纵身后跃 竭力将巨石劈成了两半 咔嚓一声 岩石分开 向着左右两个方向飞去 黄斩却扑斥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神情萎靡 只是一招 他已经重伤了 而后 聂无极掠向了白镜 正宁的黑色铁招 撕扯向对方 风之飘渺 清晨眉头一皱 身形如地 长剑混化剑光 宛若清风一般 刺向聂无极的后背 犀利的长剑 暴射出剑芒 聂无极只感觉一股 强烈的危机感传来 急忙转身一拳 咔嚓一声 剑拳相碰 聂无极倒飞出去 顺势朝着白镜 拍出了一掌 强烈的掌风席卷 即便隔了十多米距离 白镜依旧闷横一声 嘴角溢出了鲜血 眼看支持不住了 哼 先破了你的阵 秦晨略向了一旁 聂无极秀为极高啊 若是任由他这么骚扰 自己没事 但白镜黄展 定然威胁 因此呢 先要把这个禁锢虚空的阵法破掉 让白镜他们走 此阵乃是我父亲专门找阵法大师布的 凭你也想破开 聂无极冷笑 自信满满 这禁锢虚空的阵法 是他父亲耗费大量精力 这才寻来的 此乃四界阵法 就算大齐国阵法师工会的会者前来 仓促之间 他也未必能破开 就凭秦晨 痴心妄想 好机会 趁这小子破阵的时间 先把大齐国另外几个弟子弄废 凝笑一声 念无极正准备出手 突然脸色一变 只见秦晨朝着山林某处 突然刺出一剑 剑光闪阔 那片虚空竟然浮现一面阵棋 在秦晨的剑光之下瞬间报罪 而后 秦晨又暴略向山林的另外一侧 同时低鹤头 紫薰公主 白镜 黄斩 等我劈开第二道阵棋 你们几个捏碎玉牌 先走 念无极大惊之色 这家伙怎么知道镇棋位置 他镇棋的摆放 是通过那位镇法大师留下的手渣所设置 那位大师说过 禁锢镇法一旦设成 即便是四阵镇法大师 仓促之间也未必能找出镇棋所在 所以呢 先前念无极 自信满满 可是没想到 秦晨一下找到了第一根镇棋所在 并且 他还在对第二根镇棋动手 一旦让他破开第二根镇棋 整个被封闭的空间马上就会打开 秦晨他们完全可以用传送羽牌逃走了 绝对不允许 狂枕之下 念无极急忙上前阻拦 但是呢 已经来不及了 剑光闪过 第二根隐匿在山林中的镇棋 同样被秦晨一剑斩暴 此时 整个山林猛然间一震 紧接着 一股空间的气息一闪而逝 拦住他们 念无极大惊 急忙转身怒吓 不过呢 已经晚了